五年校园生活如今已经结束了 每个人都拿起了自己的指南针 寻找着自己的道路 校园生活结束 另一个生活的开始 各走各路或并肩作战 大家好,我是和大家一样是中学毕业生 想必大家的校园生活过得很好吧 像当年 超风格 饭教规 欢乐 吵架 老师教导 挨骂 听听每次学校举办的无聊记忆的讲座 忙着测玩活动 考论功课 旅行 普及班 一起喝下午茶 一起打闹 初恋 一起说笑 聊着偶像 聊着美女 梦想 聊着别人的坏话 一直跟你做得有寻游 一直在周围大闹个不停的朋友 一个人出去玩 结果每个人都说没有邀请 一起约出去玩乐 结果我们就放飞机 辛辛苦苦追着女神 结果得到的是拒绝 还有一群 整天乱放三观蛋的群女 我都快戴两副眼镜了 我想 大概是时间记录我们的青春时光 跑得起来 时间无法减少同学们之间的友情或爱情 或许能拉远距离 但我们还是可以联络彼此 毕业那天就像真正离别一样 好像无法再见面了的一样 就像校园故事就要结束的样子 感到上岗 不舍 流泪 这段日子不长久 我们毕竟将会离别 世界这么大 毕竟不会有人永远待在同个地方 无惊人生的第一篇章已经结束了 青春的校园日常 无聊的课堂 将成为过去成为美好的记忆 为人生的第二篇章铺路 毕竟故事会有序剧 第二篇章故事将会发生什么事呢 朋友还是朋友 顺友还是顺友 对于未来 期待又焦虑 迷茫 未来看到了吗 决定了吗 人生到底是什么 相信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一样的定义 人生 我认为人生是游戏 人生就如练爱模拟游戏 选择对的路线将会赢来good end 人生就如战略游戏 靠智力将赢得比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和选择 毕业后大家 无论选择什么 最重要的是 觉得高兴 有序 精彩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有什么不对地方请多多原谅 如果有什么故事或题材想要我们做成影片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 如果希望我继续做这个节目 就请货你的金钱来点个赞 对就是金钱 你没听错 请货你的金钱来点个赞吧 请货你的金钱来点个赞 赞